佛不度无云之人 至于我们学佛就要懂得跟一切众生借法语 这个意思我们要清楚借法语 不可以借情愿 那个情一生麻烦可就大了 生生世世俊产不清 那个要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要受长届的苦暴 决定不能够干 借法语 法语是把佛法介绍给他 帮助他认识佛法 帮助他理解佛法 帮助他修学佛法 这个叫借法语 永远保持自己清净平等 这个里面决定不深爱证 这个就是法语 如果在这个里面有欢喜有讨厌 这就变成情愿了 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多多少少 自古以来 在家出家的大德 给一切众生的介缘 把法语言的转变成情愿 都堕落了 太多太多 所以大臣菩萨没有相当的定辉 反而不如小臣 小臣说他不讲经不说法 他给社会大众原理 独善其身 他不容易躲到 大臣菩萨跟大众在一起 所谓活光同臣 如果自己没有定辉 自己不能住在念佛三昧之中 依旧随身烦恼稀气 万有不得罗 那么讲经说法 修一切善事都变成有漏的福报 终于我们发心修身 实在讲也不是容易死去 我感谢到他们所谓的了